那么有了培养舱 自己的丧尸分身是不是可以完成暴君改造呢 可是现阶段想要丧尸分身改造成复仇女神是绝对不可能的 毕竟复仇女神是暴君的进阶版 是暴君体融合了特殊紫色蠕虫生物之后的产物 暴君的初始培育体对各项人体各项属性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 而且说明书上也没说明必须要使用活体人类进行改造 阿呆思索着走到培养舱前 除了最左侧培养舱内有一具暴君尸体之外 其余两个培养舱都完好无所管他的 这还犹豫什么必须试试 阿呆怎么了 没什么 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可以把丧尸改造成暴君 把丧尸全都改造成暴君 阿呆是不是疯了 阿呆控制一名藤蔓丧丝慢慢走进培养舱 阿呆他走到培养舱前 凝神观察 暗暗气筒 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一定要成功 浸泡在淡黄色液体中的丧尸分身一动不动 血量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难不成不行 就当阿呆有些疑虑的时候 你的丧尸分身体出现异常状态 你的丧尸分身体正在尝试进行更高阶的改造 判定完成当前改造无法使用于增值体 当前改造成功率31% 当前改造所需时间300小时 你可以消耗求生点数 缩短改造时间 当前改造可以与原改造同时融合 融合判定程度 第一 你可以选择覆盖改造覆盖后 原改造强化效果消失 也可以选择消耗额外求生点数进行融合改造 当前融合改造成功率17% 改造完成后仍存在极大风险 玩家需耗费额外求生点数与进化及晶体消除该风险 成了 真的可以 不过改造融合是什么意思 是指原本的藤蔓改造和暴君改造共存吗 同时拥有藤蔓丧尸的能力和暴君的能力 可是300小时也太久了一点 这次进入松木市之后也杀了不少丧尸 目前求生点数已经攒够了12W多点 消耗点数 快速强化 培养舱内冒出一连串的气氛 肉眼可见的 培养舱内的丧尸体肌肉逐渐膨胀 身体逐渐变大 长高 请选择消耗求生8000点求生点数进行加速计划 至少仍需100分钟完成强化 还需要一个半小时多 阿黛有点等不及了 要是真的能够完成暴君的转化 那么丧尸分身的作战能力绝对可以有一个爆发式的提升 不考虑骚操作 就普通的战斗能力而言 一个舔尸者可以打四五个藤蔓丧尸 一个暴君揍十多个舔尸者绝对没问题 如果暴君还融合了藤蔓丧尸的部分能力呢 那可就厉害大了 先别激动 先别激动 稳住 其实完成暴君改造的成功率只有31% 融合完成概率也就只有17% 从数学角度来说 大概率这次改造是会失败的 而且实验室内部残留的改造营养液和注射所用的病毒体数量也不多 最多也就能够完成四次改造 几率不足 那就干脆用数量来填补 不行 也不能四次全部用完 留一份带回去给秋药康研究 毕竟以后还需要量产 有秋药康在 他应该可以想办法提升改造成功率 就这么干了 阿呆立即控制丧尸分身们将左侧培养舱内的暴君尸体拉了出来 又操控两名丧尸分身走进剩下的两个培养舱 你选择消耗求生点数 进行加速进化 共计消耗1.6W点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阿呆有些焦躁 算了 不能浪费时间 先想去找替病毒 一旁 露西亚看着阿呆的种种操作 现在还处于一种较为恍惚的状态 真的没问题吗 连雨昕公司都无法掌控暴君 万一阿呆改造完成的暴君忽然陷入疯狂的话 露西亚 露西亚 嗯 露西亚 我们去佩电间看看 佩电是位于实验楼地下四层 刚刚进入四层 一道厚重的金属门挡住二人去路 没锁 那是什么 你也看到了 是什么东西 露西亚眉头紧皱着 是一种蜘蛛 外表是棕色的 体型很大 蜘蛛 阿呆心生警惕 他召集更多的丧尸分身向地下四层集合 同时招呼两名丧尸分身走向前方探路 阿呆和露西亚二人举着枪 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 阿呆一正 这次他看清楚了 硕大的蜘蛛 身形足有一米多高 异化蜘蛛用它长满了尖刺钢毛的后肢 死死压住藤蔓丧尸身体 藤蔓丧尸是否反击 可是他身体被死死压制住 从腹骨延伸出的藤蔓实际被斩断 露西亚反应极快 他立即举起枪械对着蜘蛛 一连串子弹地扫射过去 他快速将藤蔓丧尸拖入拐角或黑暗中 你的丧尸分身增殖体 受到攻击 你的丧尸分身增殖体 受到攻击 你的丧尸分身增殖体死亡 撑不到30秒 丧尸分身彻底死亡 藤蔓丧尸被碾压了 实验大楼内部有比藤蔓丧尸 更强大的捕猎者存在 之前发出求救讯号的暗黑骑士团小队 很有可能就是死在异化蜘蛛手上 你见过那东西吗 露西亚连连摇头 她面色一样的凝重 我在允星公司这些年 从没见过这种生物 可能是T病毒与生物结合的一话题 我听说在三年前 那场大型生化病毒泄漏事件中 允星公司发现T病毒 能够与很多生物进行结合 大概就是从那次事件开始 允星公司的研究发现 发生了新的改变 各种新的T病毒融合病毒实验 逐渐被提上日程 小心点 我们继续 都已经来到这里 必须硬着头皮再前进看看